这是一场决定邓公命运的会议 1968年红色运动愈演愈烈 邓公也因此受到波及 险些被开除打击 就在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一个人出面为虎 并用一句话来扭转的局面 上节我们说到 1966年国内的政治局势风云突变 时代的冲击无情的碾压之中 小团体为了达成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精心策划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公目 随后事情朝着更为糟糕的方向发展 那群人居然公开提议 开除小平同志的当机 就在这个时候 毛主席站了处 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保下了邓公 那么主席为何在邓公成为注视之地的时候 坚持为其作保呢 这完全是因为主席对他的认可 其实啊 毛主席对邓公一直都很关照 两人的交集甚至可以追溯到1931年 1931年 主席处于人生的地位 他被左倾主义者不断的攻击和制作 临时中央政府说 毛主席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 并在1931年12月 剥夺了他红军政委的职务 此时的邓小平也在中央输去工作 虽然毛主席的职位一降再降 但是邓公兄弟始终认为 他的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 因此工作当中 邓公很坚定地执行着毛主席的政策 此时的邓小平只有29岁 这一切毛主席都看在里面 他十分欣赏邓公对党的忠诚和超越年龄的坚定 毛主席的心目当中 小平一直是个好同事 虽然两人的思想和观点并不完全弃乎 但主席并不希望小平陷入绝境 因此 主席在邓公被围攻的时候 及时出手将冲 事实证明 毛主席没有看错 邓公虽然常常处于逆境 却从来不怨天由人 更没有半点的悲观实力 1976年10月6月 华老和叶帅一举粉碎着那个 兴风作浪的小团旗 1977年7月19日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长 恢复小平同志的职业 小平也没有辜负主席的期望和信念 他带领着一晚中国人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席道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的隐秘历史故事 尽在账号中间 点头像即可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